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开始接触第一个保险 其实就是复阴险 因为我开始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剖腹 我的女儿也有做了保温箱 可是我全额都有给付到 然后其实反而还有 那是怀孕就保了 对 就是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保了 然后怀孕的时候保的时候 剖腹就可以立刻获得给付了 对啊 对 主要医生证明你是胎位不正 或者是因为某一些原因需要剖腹 补合一些条件 对对对对 然后我在买这个保险的时候 我就相对的我就买了他们 出生以后的健康保险 小孩子的健康保险 对他们的各第一份的健康保险 因为他们的健康保险是可以买20年的 那20年之后我就不用再付 那他们有一些东西好像现在是不买了 就包括一些重大疾病癌症的东西 是我送给他们的一些保险费 然后再来就是储蓄险 储蓄险也其实当初保储蓄险 只是觉得说万一 他们大了我们老了没有钱 那他们还有一笔小小的钱可以去做个生意 对或者是说如果有钱很好 那他们这笔钱就当做他们去旅行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想要买车 这笔钱就是我是保那种到他们18岁 从零岁到18岁的这个险 然后另外我买了一个意外险 意外险其实不是买给我的啦 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讲说 你这个旁边这个赚钱的主要人 我得保他平平安安 所以我那时候呢就每一次跟他讲说 你帮我签一下名 他就很生气跟我翻脸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只不过去南部 我说这个不是去不去南部的问题 你踏出这个家门我就已经想买了 才给我保这么多个零 对 然后那时候他生气 每一次跟朋友一聊天 就说你知道吗 他有多坏 我一死他可以零好多钱 我说话不是这么说 我说你这个账不会算 你知道我养一个孩子到他大学必要 我花多少钱 我不保这个几千万下来 怎么得了 所以其实意外险我是不会手软的 我是说在小孩子在大学毕业以前 这个意外险不能断 他只要一有出门我就买 而且还加买 而且他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我们出门的时候 我只买他意外险 我因为说这我们都不会赚钱啊 我们如果怎么了 对你没有影响 对不对 而且你们不坐同一班的飞机 对 我跟他几乎就是会错 你如果两个人都坐飞机有什么用 家人出去玩你们分开坐飞机啊 就是我们会前后班 真的很有风险意思 对对对 那个是在小孩比较小的时候 另外我买的当然就是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其实我说穿了 也是有点保障我自己啦 因为我没有在工作的情况之下 万一这个生病了怎么办 我养不起他呀 所以我得要从他 在年轻一点的时候 我就把他的医疗保险cover好 就确认我之后不用照顾他 所以我就买了所谓的就是住院的 还有刚刚我们有讲到的一些 就是所谓的一些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时之时负 另外一种就是说你一有什么 他先给付你一笔钱 可以去买标靶的药物 那个时候我都有买到 所以就是我把他跟我都买了 那我其实是大概后五年才加的 我是先买他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保费也不便宜 然后我买了他之后 后来我想想 那保费有多少钱 那个时候我们一个人 大概一年就二三十万 拼不掉 可是到现在我就慢慢逐年捡 孩子越大我就去捡 我都有在调整他 然后那个时候 我自己后面加的这个重大疾病 跟这些是因为孩子开始长大了 我怕造成他们的困难 对所以就是有一些是后面开始 做调整的 所以凡哥的身价真的很高 生命价值很高 因为他们越来越不高